嗨 亲爱的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继续看两盘精彩的录像 第一盘这个鼠箱中 我相信这么多天 大家闷在家里面应该都是很郁闷 甚至是很无聊的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 我们大家要携起手来共渡这个难关 毕竟现在大家都不动 才是对这个疫情最大的帮助啊 那么我也是在加班 陪大家一起来看看视频 然后呢大家聊聊聊天 开开车 这是才是自己的现在这个特色了啊 杀这个是这个反贼 这个他狠狠的 因为如果他真是忠诚 他可以不出的 反正他也是那个有那个技能失北的嘛 杀这个地方李延往下的 他倾向于我见到内贱的 因为这个将的话顺手牵羊 果然 大家看一下拿一下我们 哇塞 这个李延好狠啊 这个往下难道他是反贼吗 好 九二杀 这个胖子这么大 反正他们俩身份 先这样标一下 如果标错了 他标回来啊 李延确实是个比较好的这个将 那么诸葛克 往下打看一下好招 好招 好招当反贼 也就非常强力的啊 这个人确实是一个历史上一个非常强悍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这个搞得诸葛都奈何不得啊 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时候 就是想攻破好招的陈仓的嘛 怎么都攻不了 后来的话 因为梁朝已尽 所以被迫撤军 然后在路上 还斩了一个那个王霜的 这么一个小故事 那么身份先这样标啊 没有标错 如果标错咱们标回来 当然咱们这个香香是 鼠香香 鼠香香 那个已经返香了 好 给他过下台 待会就觉醒了 这个还可以 因为瞬间觉醒嘛 待会的话 这个木里溜马还可以 咱们有这个消机了 看一下 果河拆桥 那么把牌队给出去 过下牌啊 顺手先行 但是这个地方 给诸葛科 也行吧 我就怕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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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马车给那个 给扒掉了啊 我当时不是给李延吧 是给他们后面这些人 看一下李延的话 果河拆桥 果然啊 李延是内奸 那个是反贼啊 拆的不错 看一下胖子 能不能把胖子劈一下 结果没有 这个可以啊 就是李延啊 对于这个剑虚鼠啊 其实克制是非常大的啊 因为你被诸良了嘛 这个你要是发动技能的话 那个你就一直裸一 那你这个诸良 等于是白被拿来了 好 而你如果正常摸牌的话 你就没有这个技能了 好 那么给他过去 砸一下啊 对 这就让诸葛科 做的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诸葛科已经被批了嘛 他已经这个 生命进入到最后的这个时刻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 就把自己的贡献做出来的 就一定要这样的这个精神嘛 好 那么现在接下来的话 靠我们自己了 毕竟我们有这个 难瞒在手上 而且后面这些反贼 这好招 现在咱们牌也不是很多 你要是发动技能的话 你就发动啊 咱也不怕你 好 你已经死了 要不要再来一下 哇 好狠 夏侯敦 夏侯预言啊 现在也已经是那个 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很可能 我们就能打开这个形式了 因为孙权 他现在是有这个制衡能力的嘛 你多制衡几张牌 这也许这个牌就那个 再加上我们自己 好 这个 无中生有 把牌给出去啊 对 先给牌啊 对 先过牌 咱们把入侵 可以 看看能不能把夏侯淵 这个人头收掉啊 孙上江 这一盘这个发挥 是很不错的啊 当然历史上 这个孙上江 也确实是 为江东的基业 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毕竟自己 做了很大的牺牲嘛 你想人家那么一个小萝莉 嫁给了刘碑 这么一个 年龄这么大的啊 这个 这个也确实这个刘碑 真的是 好 杀 继续啊 哎 这个地方 好 好坏 我这个胖子竟然这么多闪的 好 打 李炎 就 救了也没用 照打不误的啊 直接打掉 好 这个 孙上江江 哎呀 这个 无风灯 也行吧 因为后面是两个敌人的 那么丢 反正这么多桃子 哎 也可以 他要丢牌的 就算你有这个技能 看一下好招 那么 打一下 当然孙权现在状态这么好 应该有问题也不大了 这一盘也是 现在这个形式里面 孙权 这个 现在有这样的发挥 也就是不容易的 孙权这个武将 他确实也历经了 这个很长的一段 这个 时间 好 杀 漂亮 没有嘴雕啊 那么你要拿就拿 哎 手气真不错 还真是拿着桃子的 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 把那个 带过把那个藤甲 刮起来的 把藤甲刮起来 而且这一盘有这个孙权 他帮我们这个 马车 这一盘马车也确实立了 很大的贡献 过牌 好 杀 杀 然后杀 可以 然后这个 给过去 漂亮 一般打掉之后 这一盘应该就大局一定 因为两个捉到一个 虽然说好招有能力 但是你 我们两个捉你一个 问题不大的 他勾起来 孙权 只要把孙权 这个勾起来 完全没有这个 还手之力的 你别说孙权 这个皮肤还可以的 那个年代就有黑丝了 我也是觉得这个画风 还是挺那个什么 还是挺那个时髦的 也找不到其他词来形容 但是孙权 这个确实也是三国里面 一个想当的女英雄的 三国演义里面 真正上战场 上过战场的是 那个祝容夫人的 就是孙权 这些貂蝉这些 虽然也很重要 但是毕竟不是真的上战场的 那个祝容夫人 是真的上战场的 还打了那个几个 好几个蜀汉的这个将军 都很吃力 最终是被赵云给轻货了 当然这三国演义里面 那个赵云跟八个一样的 银枪弯刀 栽在赵云的那板 那杆枪下 祝容夫人不丢人的 而且 个人觉得 那个赵云总比那个梦霍 是吧 强悍 所以说那个祝容夫人 说不定还很享受呢 大家开玩笑了 看一下这个 反贼 咱们这个王吉可以啊 留善放权给我们 我们待会儿一个大旗帜一波的 这个王吉他确实是 三国后期最优秀的统帅 至少是之一了 甚至我觉得不加之一都可以 这个确实是 非常的强 就留这么一个大将 这里镇守金钟 那里确实也是让孙权 那时候孙权 都已经没了 这个孙吴集团非常吃力的 但王吉后来 他是年龄太大了 就没有参与 如果王吉 年龄再小一点的话 甚至有可能 攻取蜀汉那边 都让王吉挂帅的 毕竟他是司马 是司马昭最新任的这种大将的 他绝对可以称上是当时魏国的 这个boss级别的人物 好 那么杀一刀 这把是这个忠臣 忠臣 好 反贼 这样 看其实这一盘这个 反贼这个将面其实也挺强的 那个徐术基本上就是名反脸了 好的 咱们继续啊 看咱们的能耐了 以正合战 出奇之胜 好 阳功以领 直取熊赋 杀 闪 那么过一下牌 其实这个牌序 这个我觉得你要想过牌 你还是要早点过牌的 我觉得王吉的话 你要过牌要早点过的 早点过牌 对啊 虽然说三国杀这个游戏 现在啊 这个我知道确实有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这个 有什么那个 用还是继续用的 好 杀 这个地方 他这个 哎呦 打的其实是 其实可以先 可以直接九杀的 可以直接九杀的 这九位留着这里 你这一回合 虽然说 不一定打得掉 我承认他们是两回头 但是有九杀 你还是用的 当然还有可能想法 留着九杀下一轮 这也行吧 好 这个诸葛克 没了 他是个内阶 好 只要咱们活着的 待会儿就是可以 对他们进行毁灭的一击的 这一盘来说 反贼 现在打小胖的局里面 如果你不能把小胖的速推 这小胖的这个能力 会越来越强的 这绝对是没有什么 这个问题 好 因为你们现在这个能力 那个徐叔 和这个国家攻击力 都非常有限的 想把这么一个 撞到那小胖子打掉 那是那个吃人说功的 所以说只要小胖子是安全的 这个就绝对没有问题 好 当然徐氏的话 最好还能保住 因为能保住这个 这个地方给国家吧 这个徐叔的话 对啊 你要给他牌的嘛 这个要保证把徐氏打掉的 好 那么徐氏打掉 这就是说四个反贼 就靠我们自己了 毕竟我们这个王姬的 王姬这种顶级武将 不管是在游戏里面 还是在真实里面 也是鼠汉可 绝对渴望的 这样的这种人才的 但是很遗憾 人家王姬是不可能 看得上给鼠汉的 好 打 可以啊 这一波这个输出 还是非常赞的 好 那把南蛮入侵 过牌 关键他这个 放权一轮之后 他这个不仅有这样高的 这个过牌能力 他可以那个 有这个技能禁区的 对过牌 那么待会又是过了 所以说他这个过牌量 是非常大的 好 而且这个 有这个狮子又来了 好 那么确实啊 一把连弩打天下的 就欣赏了 王姬这个 非常强悍的这个能力 打不死 咱们还要连弩的 顺手牵羊 那么 把这个队拿过来 对 那手牌肯定是 无用之牌的 有这个马 还是很关键 待会的话 可以这个 当然王姬的 因为可以 扒别人装备啊 所以说这个 负一马的话 被加一马 加一马 把王姬卡住 这个是不存在 这个问题的 好 那么 打了 继续突了 对 继续突 打死者 咱们继续啊 就包括那个 郭佳 那个八卦针啊 这个是别想啊 这些这种什么八卦 想卡我们王姬啊 这个 明天还是这个 洗洗睡了啊 好 那么 这一盘 王姬这个 却展现了这个 非常强大的 这个能力的啊 所以这一盘 我们喊一声 exciting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还可以 多喊起呢 exciting 好 当然这个对于我们 来说是exciting 对这些反贼 就是游戏体验 极差了 那么 最后一打啊 一波非常漂亮的 这个输出 把这些反贼 全部打掉了 胖子干什么 快点了 都要赢了 真是 不要浪费我们时间的 拿这个胖子 看傻了吗 好 那么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